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继续收听我的VUE.js详解 我是念贴心讲师艾米 那么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VUE它的数据版定 好,那么我们主要VUE数据版定的语法进行一个展开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模板中的一个说明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 VUE它的模板是自动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说所有的VUE它的模板都是可以解析为有效的HTML 好,那么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VUE来动态生成HTML,对吧 所以呢,在这里要强调一句话 VUE模板它从根本上就不同于基本的自动串的模板 OK,这一块是不相同的,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做一个说明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节我们主要要讲哪些内容呢 在数据版定之中 我们要先讲的文章这么四点展开 首先第一个是插入值 第二个是版定表达式 第三点呢,我们稍微讲两个指令 然后呢,我们再对指令进行一个搜写的讲解 好,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插入值 插入值当中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文章文本的插入 还有原始的HTML的插入,以及HTML它的一些特性 来作为一个展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文本插入 数据版定是最基础的形式的文本插入 那么它是使用这种双花括号的语法来进行的 好,它是这样来的 OK,这个没有什么难点 span,OK,message,message在里面 对吧,然后呢,它的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双花括号标签 它就会被相应的对应的对象 msc它的值给它替换了 那么这个变化它会实时更新 好,我们还记得以前的那个例子吧 在这里 我们写了这样一个js的这一块对象 好,那么我们的datelist 它里面有那么几个值 一个是class video 一个是innerHTML 一个是email 一个是email text 一个是email html 一个是name 一个age 好,我分别都给了它不同的值 并且呢,我新建了一个newVoE的对象 在这里 好,这样一个全局对象 然后找我们的追出这个dv 好,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我们最初的第一节的那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 在这里我们用那个双花括号 双花括号里面有个inner text 行,我们都知道inner text 它的值是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会把这块值给它拿过来 并且呢,把整个花括号一起把它替换了 OK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显示的效果 好,没有问题 它在中心显示的就是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么一段话在这里 那这就是普通的文本 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意识到 我们下周的 谢谢大家